高雄有一名男子凌晨喝完酒之后 来到林雅区的摊商要买宵夜 不满自己被另外一名骑士的机车给撞到 竟然就向对方挥拳 警方到场之后男子依旧情绪失控 另外在新兴区则是有双载机车跑给警察追 最后在机程车阻挡之下骑士狼狈落网 原来落跑的骑士五兆又酒驾才会心虚讨意 大半夜男子喝得醉醺醺 跑到摊商买东西 发现遭到后方骑士的机车碰撞 踏进挥拳攻击 当街被揍了一拳 骑士当然不甘示弱 脱下安全帽 眼看对方忽然腿软也忍住怒气 直接男子贪软在地 警方扩报迅速抵达 需要搀扶才能起身 路也走不稳 一旁骑士满脸无奈 事发在29号凌晨 高雄林雅区自强林雅路口 当时拆进男子喝完酒 来到摊商买餐点 由于不满自己被相信骑士的机车撞到 这才向对方挥拳 而另外在新兴区也有酒后念货状况 骑士摊坐在地 被警方控制 原来他稍早前不服蓝茶 不止违规酒驾 稍早前骑士还跑给警察追 最后附近小黄建议勇为 协助拦阻 事发在凌晨4点多高雄新兴区 这名黄姓老先生骑车载着朋友 由于朋友没戴安全帽 发现警方上前 他竟加速逃逸 最后在建议车司机阻挡下 狼狈落网 骑士不仅先前因酒驾吊销 而无照驾驶 酒车值超过法定标准 酒后闯获事件评传 也提醒民众小酌适量切勿酒驾 借高雄重报道